天英法师祖籍台湾嘉义县 法师同时极具善根 内心总觉世间无常 年十九前行御出家而未果 1988年 因缘成熟 于水利联姻寺 礼 称公老和尚出家修行 世年于吉隆海会寺 受三潭大戒 1991年 毕业于陆古禁律寺学佛院 月年创始学奖戒学 为更深入律学 1995年 至南投普里正觉经社 清境医治 海工律师 及上国夏清律师 坐下学习 世年随清工律师 至泰国更增寿南传界 平常除畏众 讲授戒法 一位常驻担任监院职士 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 居士团体的邀请 讲授戒学 以及主持佛期 师以持戒念佛 为自立利他修行的宗旨 兼习经论之学 辅助建立如法增团 祝持正法 续佛会命 以境界为因 净土为果 作为修行 不二法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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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愿者 辅助祂 聂受欢望经 菩萨界 入菩萨心 法师慈悲 菩萨尼慈悲 诸位尼斯大姐 心界菩萨 诸位在家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诸位打开讲义第三页 讲义第三页 在古德内经常强调 说我们要随眼应悟 用心如镜 这样的开示 对我们一个修道者来讲 是一个很要紧 在四项三方面 从原起当中来说 我们有随眼应悟 随眼应悟也就是说 我们修道当中以修道为主 那么其他的度众生等等的事情都随眼 那么修行是本分 就度生 凡乎度生就是随眼 那么随着各式各样的阴言 什么事情来的 我们就好好去办 这用心如镜 这镜子 什么境界来的 它影像什么样的境界 而且镜子呢 在影现这个境界的当下 是层次分明 镜的跟眼的层次上是非常清楚 不会粘在一起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在办理一切的 缘起的事物当中呢 我们也要善意分别 还是有那个层次啊 赤地 不能毫无笼统的 镜子应悟 应悟之后呢 那么是层次分明 但是呢 境界离开 境界离开的当下呢 那么镜子不留一点点影子 视区不留 镜来则现 它视区不留 我们的办事情就是这样呢 阴言呢 办过了 那么心就不要留着 同时放下 不要扮一件 执着一件 那么从那个少 扮到老的时候呢 层层叠叠的 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走向了 这是从言及当中讲的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说呢 这镜子 从理上说 镜子在应悟的当下 是没有心的 它见向离向 这是空观 虽然见向离向呢 但是境界显现的时候 是婉然清楚 这是假观 镜子正在造物的当下呢 境界显现 那没有自信可得 没有自信可得 但是又呢 境界显现 那就中道观 所以呢 这用心如尽 这句话 里面就包含了 空甲中上观 天台的思想 那么天台的 季空 季甲 季中 季空 季甲 季中的道理 用禁止造物 也可以去体会的 可以去体会 那么 境界的时候 当体没有自信 这个没有自信 它境界 跟中道的道理 往来现前 三观寒色的 三观寒色 那么这个诸位啊 好好体会体会 这个呢 是天台的思想当中的 最深的道理 中庆路呢 有名耶稣大师呢 中庆路讲 说呢 立一心为中 造万化如尽 叫中敬 那这个道理 也是很深的 非常微妙的 不离开刚才所讲 这些道理 诸位好好体会 好好体会 我们接着呢 要说明的 是以三的解义发行 在我们受菩萨界之前呢 有三个次 第一个 我们要呢 了解菩提心的功德 对菩提心产生的信心 一种坚固不拔 圣洁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发菩提心之前呢 要除脏 要集知 这是第二 发行的前行 前方便 前方便做了 接着我们就是要正式 要发行 那么要发行的时候呢 要解义发行 了解义理啊 才能够真正的发行呢 在解义发行呢 在发菩提心当中呢 摩尼大师呢 在合图里头呢 说明了菩萨界体 从七方面来诠释 他的功德 他的内涵 什么是菩萨界体 这七记的道理啊 非常的好 诸位啊 受了解之后啊 还必须要研究研究 我们就简单的 挤出两个来讲 那么第一个 这菩萨界体呢 这无作界体 是什么呢 以本元清净 而为其体性 那么本元清净的 这个体啊 本元清净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 真正的佛性 这是菩萨界体 所依止的地方 界体 是能医的 所依 就是正如福性 本元自心清净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呢 增上善心 以为正因 你要感受菩萨界 你要增上善心 所谓的增上善心呢 这是佛性 由大悲心 所增上的 大悲 只是一种 拔苦于乐的愿 还要互助于行动呢 就是追求无上菩提 所有字 叫增上善心 由大悲心 所增上 是菩萨心 这是第二 那么在正因当中的解释 就是法菩提心批四弘凯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在内心当中邀起无上的菩提 那么对于这个戒体这一方面来说 无意大师他仍然有许多的分贝 在合作里头讲到这么一个观念 玄义里头 玄义里头 无意大师判世教的菩萨 他们所纳受的戒体不同的 不一样的 世教 藏通北言 天台世教 藏教的菩萨 藏教菩萨在在家这一方面的话 在家菩萨 只是禀受这优菩萨戒 或者是间台 这个三圣经 六中二十八经戒 那出家的菩萨呢 出家菩萨只是禀三密戒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小众的戒法 跟大生的戒法 包含比丘尼的 那么这两种的戒法 要是集于制度的话 唯独此 离二这一方面 离二 这叫做二称 叫二称 假使为众生的缘故 那么你在这个慈患当中 你善事开着 可开的 利益众生的情况之下 可开的 你能够了达 不是虚妄的 你能够善事开着 这个就叫做菩萨 不需要特别另外禀 这个十圣十八经戒 这是呢 藏教的菩萨 出家跟在家 这两方面 那么 同教的菩萨呢 跟藏教是一样的 跟藏教一样 北教跟原教的菩萨 正是禀受 幻网的十圣十八经戒 在明智慧当中 明智慧呢 就是了解一切 一切法 无会都是佛法 一事一乡无会中道 解义 了知心如众生 善无差别 都是一个体性的 那么这一种的明智慧当中呢 从师而受 获得这个菩萨戒体 或者千里之内呢 没有受戒时呢 在活菩萨形象前呢 知识受戒 这两种 知识受 从师受 那么从师受 是政治 知识受 那就是开训 开训的 开训的前行 那么欧毅大师呢 对这个戒体 有这样的差别呢 是藏教的菩萨 通教的菩萨 北教的菩萨 原教的菩萨呢 他们所秉持的 所纳受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呢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个藏教呢 叫四六度菩萨 就是说 他还没有进入理观 但是呢 他在四项上 能够勇猛精进 叫四六度 叫四六度的菩萨 那么通教 别教以上呢 那是解义的 能够有所理观 有理观的 能够真正地了解 心中众生上的差别 这种道理呢 那么以天台中来讲 分别的话呢 藏教跟通教 不只有佛性 但是知一切法空 不只有佛性的 别教呢 跟原教的菩萨呢 才知道有真如的道理 真如道理 从空当中 有不空的一面 知道有不空 就入了别原恶教了 别原恶教 所以呢 他们有这样的 根基上的差别 所说的戒 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么依这个 帝王所说的 《矿网精》 就是别原恶教的菩萨 所发的 所以我们要解 解什么呢 要了解 言诀的本性 没有众生都记住了 言解本性的 那么佛法的赤地 信解行政 约信来讲的话 就如圣尔佛呢 跟我们所说的 大众心地信 如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常作如是信 借必以记住 就那一面信心 我们经常相信 我是当来的佛 那么诸佛是以成的佛 我们是当来的佛 我们都是佛呢 我能够换戒吗 所以佛换了戒 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就相信 就那一面信心 就能够将这个计划 持好了 那么众生也都是佛 我能够杀众生吗 我们能够去杀 去盗吗 也不可以了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经常想 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呢 是未来的佛 我们是未来的佛 那么戒必以记住 一切的戒法的品类 十送四八千戒 都能够持得住 持得好 那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进一步呢 我们就要了解 心和众生 相互差别的道理 我们人人的本具 有真能佛性的 要顺利这个本性 而来发心 顺利本性 而来发心 所以呢 菩萨戒叫做佛性戒 从佛性而发心 受了菩萨戒 持菩萨戒 而开显我们的佛性 都不离开佛性的道理 所以叫做呢 佛性戒 叫佛性戒 那么我们呢 就看着这个文 那么文当中呢 我们看着呢 第一步呢 就要了元节性 第二是发菩提性 了解元节的本性 每一个众生都记住有的 那再生不增 再玩不减 我们看着这个文 四大非我 无印皆空 空并异空 了难自觉 圣环相义 义者不争 生活体同 同起 增减 以此误解 忠实无数 然堪发心 学菩萨恨 故华言云 不能了之心 迎合 知正道 彼有颠倒会 增长一切恶 在 周密大师的 元节本曲章里 都所讲的 说呢 我们想要 应心修行 必须要呢 信解 真正 相信 理解啊 这个知见画面 要很真实 要正确的 以作为我们 起修的根本 本若不正 所修一切皆写 说你根本 要不正的时候呢 你所修的 一切都偏了 都偏写的 纵然使令呢 你非常的精勤 但是突然 劳苦而已 那么所谓的 信解 真正呢 在呢 华言三圣观里头呢 讲到呢 说有信无解 增长无名 我们叫迷信呢 只有信 而没有解 就增长无名 但是呢 反过来呢 有解无信 增长邪见 我们说呢 有的人呢 他很欢喜学佛 他是什么学佛 他研究佛法 你要叫他修行啊 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喜欢研究啊 研究研究 研究的出毛病了 这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所讲的 怎么不一样呢 所有很多希望的 是有没有学佛法 我们看现前就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形的 所以有解 对付我没有信心呢 那是增长 学佛 所以啊 要信跟解 这两方面呢 能够圆通 圆融通达呢 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能够呢 顿然相信呢 我们每一个众生呢 本来 本来记住有这个 圆解本性 这个无名妄想呢 本来是虚妄的 要知真本有 达忘本空 这个就修道当中呢 这是一个力量 你要不能够呢 肯定你有真的佛心 你怎么修行成佛呢 你要不能够相信 说这无名是虚妄的 你怎么破名 所以啊 我们要知真本有 达忘本空 这是我们修道一个 源源不断的 使用我们源源不断 能够修行啊 能够进取佛道的 根本所在 根本所在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讲呢 说四大非我 五印皆空 空并异空 了然自觉 四大非我 这里啊 说四大 底下讲五印 其实呢 主持大德的智慧啊 就是文字啊 不要重复啊 四大 实际上就是讲五印 跟底下是一样的 一样 所以不跟底下呢 相同 所以讲四大 其实就是我们众生呢 这四大呢 地水火轰 地水火轰 手凑起来的 这个身体啊 这个众生呢 没有一个真实性 就是非我 非我 我 所谓的我 外道所知之后的我啊 有长 一 主宰 所以佛呢 又破斥了外道斜剑 讲 我 四大的甲合当中呢 一眼甲合当中 没有一个真实性的 没有一个可以主宰的 你要能够主宰的话 那你就不要老 你就不要生病 你就不要死了 生到病是应该可以控制的 但是你不能做主宰啊 那可见当中 没有我 没有我的 这个四大非我呢 在呢 毕博师佛的传法记啊 就是毗瑟福佛的传法记 毗瑟福的传法记当中 怎么讲呢 说呢 甲介四大以为生 心本无生 因尽有 前进若无 心亦无 醉乎如患 其亦昧 说呢 甲介四大以为生 我们这个生理怎么来的呢 叫一念的无名 在中医生当中呢 一念的无名呢 就燃取的护肌猛血 这护肌猛血就是四大 那个甲介四大以为生 就产生这个身体了 产生这个身体啊 所以这个身体是什么 它的根本来源呢 就是四大 地水佛风 地水佛风 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 没有真实 那心呢 心本无生 因尽有 心本来也没有生的 为什么讲没有生呢 它因为境界而有的 有根 跟层 根层相处的时候 产生四的分别 六根对六成的之后呢 而产生六四的分别呢 所以那个分别性呢 也不是真实有的 本来没有生 本来没有生 怎么证明呢 前进若无心义无 所以前面的境界要没有的时候 你分别性从哪个地方出来呢 譬如说这个是茶杯 我们眼根对着茶杯的时候呢 产生了分别 这是茶杯 对不对 茶杯拿掉了 拿走开了 眼睛看没有了 茶杯的名字在哪里呢 没有 我们那一天分别性呢 它也没有产生的 所以可见呢 这个心 它是虚妄的 根层相处的时候 产生四的分别 所以说 前进若无心义无 前面的境界要没有的时候呢 那么分别性不动的 没有那个分别的 就好像呢 那个小孩子啊 那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你都不要教他 你都不要给他 接触这个语言文字 不要跟他教呢 他就是哑巴的 他不会讲的 你教了他之后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分别性就产生了 所以可见呢 那个分别性 本来是不是真实的 这四十二章经当中所讲啊 说你还没有证得 欧罗汉不能够信儒义 圣物信儒义啊 儒义不可信 得欧罗汉以来可信儒义 凡够的心呢 那是妄想 分别所产生的 说罪乎如患其媚 心跟我们的身 身心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由身心世界创造出来的 罪跟福啊 也都一样 都怎么样呢 因言假讹的 说罪乎如患 像周梦一样 如梦如患的 但是他呢 有没有体呢 没有真实的体的 奇异昧 奇就是生起的当下 在因言假讹的当下呢 他自体本来是空的 那就命 自体本来是空的 罪性 福性 他的自体本来也是空的 因言假讹 没有自信的 所以啊 这里讲啊 说四大非我 五印皆空 不但是四大呀 那么这个五印当中呢 前面呢 是破我指 就是就着五印当中 没有一个我们所执着的我体 没有的 所以五印凑起来 这个是我 这个是没有 你所执着的是不真实 虚妄的 接着呢 五印皆空 连色受想形式 每一印 也是因言假讹 因言是没有自信的 这是破法治 破法治